你的服务的核心是不是有利 内在的灵魂本质或者是灵魂想走的方向是契合的 是不是需要做一些调整 嗨大家好我是娟牛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金钱货币赚钱 所谓物质在旧地球和新地球的一些区别和差异 正如大家都知道的那样 我们是身处在一个爱园对立的世界当中 我们这个游戏场被设置了非常多的好和坏 漂亮和丑陋 富有或贫穷 甚至在这样的设置当中有非常多的富翁和属不尽的乞丐等等 那这都是我们的灵魂它其实是投身在地球想要去做的一些体验 只有这样子的一个对立的世界 对立的一个能量呢 那能够让我们体验的更加深刻 各种各样的情感会非常的沉浸式的去体验 那关于金钱呢 也就是或者是说流动的货币呢 也是这一个设置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那我们在雷姆利亚或者是亚特兰蒂斯的时代 我们有听说过金钱吗 我们有听说过货币吗 其实是没有的 那直到了后期可能到了埃及那个时代 我们开始有阶级制度的等级制度的划分 及货币的产生 那在最初的满足自己需求的方式就是交换 譬如说我是一个农民 我生产土豆 那我有土豆 即吃不完 有剩下正好碰到我的邻居 或者是其他的人生产西红柿 他有剩 然后我们进行一个自己认为条件允许的这样一个交换 那是以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进行一个交换的操作 其他不需要的东西我们不会进行交换 那整个交换的过程是非常开心喜悦和得到满足的 那是因为交换的东西都是累在真正所需要的东西 而目前处于新旧交替的地球的金钱或者货币的能量是极其不稳定的 因为宇宙有非常多的法则 譬如说信仪法则 业力法则 还有就是能量守恒的法则等等 在运作 我们现在如何去取得平衡 我们只能回到最初的设定去与自己累在世界相连接 哪些东西是你累在最需要的 什么东西才能让你累在真正喜悦 或者是就像花儿绽放一样的那种感觉 你再用你的金钱或者你的货币去做交换 这样子金钱的能量呢 那它可以发挥到最大的水平 如果我们在自我创造的过程中就还拿刚才的例子 我们在制造土豆的过程当中与种子的接触 与泥土的接触 以及种植方法的自由选择 还有浇灌系统 肥料 还有在种植过程当中 你跟小动物的互动 比如说来了一些小鸟或者小猫经过你 你在整个过程当中呢 都是觉得非常好玩的 也非常开心 你在种下种子的时候 你也是有非常多的愿景 就比如说你会设下一个意图 让大家吃到你的这个食物是非常可口 非常甜美 甚至是恶定一些消除疾病的这样一个愿景 那么你的意图 还有你的这个开心好玩 喜悦的能量 爱心的能量 在整个播种的过程当中 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能量 那它就是整个过程中的催化剂 所以你得到的果实呢 在阳光的照耀上 就会得到非常多甜美的土豆啊 可能人们在尝起你的土豆的时候 就会觉得说 哇真的好好吃啊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 或者是说 哇你这个土豆的味道真的很特别 甚至有些人因为按照你的意愿 吃了你的土豆 它的疾病消除了 那这样子的一个创造呢 在交换的时候 不管是你以金钱或者其他的能量形式交换的时候 它就可以得到同等可贵的能量 如果我们不拿三地世界的这一套 制价的标准去衡量你的土豆的能量了 那么你在种植过程中感受到的这些快乐 以及与泥土的互动 与自然的水 还有其他旁边的植物 这些喜悦和快乐 以及你带的原始这种愿景和祝福 不会因为你在三地世界当中的这一套定价 定得比较低 或者是完全没有得到三地世界的金钱 而否定掉它的价值 或者换一种说法就是说 如果你去交换金钱的这一部分土豆 没有达到你的期望值 你不会因为三维世界的价值定价标准的数量 而感到你自身创造的过程中是廉价的 当然你也有自由意志的选择 你可以去把你的价格变得更高一些 去取得你内在的平衡 相反你的创造是你内心喜悦创造出来的 而你的创造或者是劳动果实 是你内在喜悦创造出来的真实的你 那会让你觉得更加的踏实 因为你满足了你的内在世界而进行的创造 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常常会看到 在不同的行业 特别是在身心领行业当中的一些疗愈师 或者是老师 他们会因为自己的服务或者自己的定价 没有达到一个标准 没有达到这样一个水平 而感受到自己的服务或者价值是廉价的 自己创造这个能量是廉价的 当然你可以去马上平衡把这个价格变高 但是在廉价的这个感觉出现的同时 你可能需要去审视你的创造的过程是什么样子 你的服务的核心是不是与内在的这个灵魂本质 或者是灵魂想要走的方向是契合的 是不是需要做一些调整 或者再问一下关于廉价方便 关于金钱方面 我们可以想一想自己在小的时候 在生活在旧地球的这个能量场当中 是不是有一些金钱的课题 是不是有累在小孩的疗愈的需要 或者是原生家庭 当然也有可能是这个家族的印记的疗愈 那我们都可以去进行能量上的平衡 通过亲你或者是重新改写你的潜意识当中的信念系统 都可以也就是说我们在通往新地球的扬生的道路上 如果我们还是按照旧地球的那一套价值衡量标准 或者是以金钱来衡量你的成功或者失败 即便是你在身心灵行业 但是你仍然是在以旧的思维方式来赚钱 还有在评价你的成功与否 如果我们还是以旧地球的这一套衡量标准 或者是金钱的这个数量去恒定 你的创造是不是有能量 你的自身是不是有价值 那我们可能仍然还在旧的这个矩阵当中 深受金钱能量的影响 仍然还没有从旧的矩阵当中 跳脱出来的这样子一个状态 所以在这里祝福每一个灵魂 创造自己累在喜悦的 这就是今天的分享 希望大家喜欢 同时我也想跟大家介绍一个 我在4月14号即将开启的一个课程 会教大家一些灵性的小知识 然后协助大家去做冥想 或者是去天地万物连接这样子一个课程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欢迎来玩 其中有一个就是付款的选项 是哪里的能量来交换这个课程 我也非常的欢迎大家 如果你自己有一些创造的果实 你自己有一些觉得非常好的能量 可以来跟我进行交换 谢谢大家 祝福大家 Namaste 下次见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